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观测站 我是胡婉玲 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想象 一位国家的发言人在荧光幕前 能够正确地表达国家的政令政策 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在众所瞩目的焦点的情况之下 这个可是要有极其的反应 清晰的逻辑和言辞 以及对政策的深度了解与判断 尤其我们常常看到国家级发言人 让我们觉得蛮羡慕的这样的人才 这样的反应 可是当你又想到又是一个女性发言人 大概你这样去只可守 全国台湾找不到几位了 这是很难得的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别的邀请到 总统府前发言人是位女性 来 古拉斯 欢迎您 好 婉玲姐 还有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古拉斯 没错 我是前总统府发言人 是 我们叫称您叶冠林 还是要是古拉斯前 古拉斯 古拉斯在几十年前 看得这么年前 她其实也曾经当过记者 我们都见识过她 不过我在这里想 观众朋友对你的印象深刻是在 你站在这个镜头前 大家都在访问你的时候的那个模样 对 鲜明的外表 很突出的外表 新人外表 然后呢 又能够正正有词的谈 你是什么样的机缘 去当上总统府的发言人 其实我在当总统发言人 应该是说当发言人之前 我是立法委员 我是2016年这一届 第九届的立法委员 那我在第九届立法委员的时候 我也 其实大家有注意到 就是说针对一些议题发言的时候 好像我讲话比较不会吃螺丝 那大家就发现说 这古拉斯是什么背景呢 原来他曾经是电视台的记者 曾经是电视台的主播 那当然我也曾经做过党的发言人 所以其实在我在 第九届立法委员的任内 那个时候刚好遇到 当时的行政院长 赖清德院长 他刚好要改组 大概在2018年 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 这个行政院是不是 是要有一个新的发言人 那因为当时我是 不分区的立委 所以大家就想说 那不分区的立委里面 有谁适合呢 所以当时就讨论 或许古拉斯适合 所以我一开始 是先做了行政院发言人 行政院发言人 做到2020年的520 我做到519 那520之后 就到了总统府担任发言人 就是随着副总统进场 不过我在想当发言人 有很多种 有些像民意代表 或者是从政人员 他表达是自己的看法 那么当国家发言人 要传达的是国家公共政策 对 所以也对那样要了解 而不是只讲自己的感觉 对 那个一定不一样 那个谈论我在想 我想想我自己都不敢去做 所以是不是要什么样的准备呢 当然因为我们在总统府当发言人的时候 总统大家都很了解 他是针对这个国防两岸外交来发言 那当行政院发言人的时候 是整个针对我们国家的内政 所以举凡经济的问题 这个教育的问题 客家的问题 人民的问题 各式各样国家发展的问题 你一定在回答或举行例行的记者会之前 要非常熟忍 今天所有在院会里面的决议 以及院长的这个决定 还有决策的过程 甚至预算的编列 那除了每周定期的 就是定时的院会后的记者会之外 那发言人的工作 其实就是当这个院长 没有办法回答大家问题的时候 或者说所谓的没有办法回答 因为院长非常的忙碌 要代替院长或是总统 表达院长的意见 以及总统的立场 所以当然对各式各样的政策 要非常的熟悉 那真的是很严格的考验 因为你也不是行政院长 但是你要当行政院长 或者甚至是当总统 副总统的分身 就要了解他们的想法 有没有什么哪一次的考验 他你要谈谈出球的也可以 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样的 让你觉得很难忘 就是那个考验 让你都现在难忘了 不论是你轻松过关了 还是觉得很难过关的 其实我在总统府 我到总统府之后 主要是跟国外的媒体联系 所以其实有非常多 陆陆续续 非常多的媒体跟我们联络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国外的媒体注意到台湾呢 其实是我还在行政院 然后进入总统府的这个阶段 也就是COVID的疫情发生了之后 因为台湾model已经被所有的国际 认识到台湾这个国家 所以其实在我在行政院的后期 以及在总统府之后 开始陆陆续续 我自己很难单独的讲任何一个单独的独立的事件 可是我只能说 台湾在过去这几年成为了一个国际的媒体 非常喜欢采访的对象 再加上香港的事件 所以有非常多国际媒体 也从中国以及香港撤到台湾来 那这整个看见 我自己看见台湾迎接 并且欢迎国际媒体 这么蓬勃发展的过程 那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骄傲 那其实在幕僚之间 各发言人之间 甚至跟总统 副总统在谈起这个现象跟趋势的时候 其实不管台湾内政发生什么 这个大大小小的事情 喜怒哀乐的事情 可是当我们看见台湾一直往前走 而且是被国际看见 而且随时就跟台湾的媒体一样 它随时一个简讯问你一个问题 一个麦克风递给你 马上就可以表达台湾的立场 那我自己作为那样的一个发言人 那我自己也觉得说 一方面学习到很多 也觉得很有荣幸 看起来是很有国际观 国际视野的辣女孩 古辣蛇辣 这是辣台妹的辣 非常香辣的辣 不知道你是不是个性很香辣 我的外形是很火辣 感谢了您 说起来 观众朋友都已经知道 您就是原住民出身 而且是原住民当中的阿美族 那么您现在也回到家乡去 在家乡服务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您来自于花莲 这花莲地区的阿美族 人是非常的多 比例我现在来看 花莲的总人口30万 出头而已 31万 那么原住民当中就9万多 那这9万多当中 超过5万都是阿美族 所以其实花莲的阿美族是最大宗 对 人口没很多 其实我在想从这个地方 你应该就知道 尤其你又是身为阿美族人 你回到家乡一定很多人都会觉得 你很光耀门眉 光耀族人回到家乡 其实阿美族人 有没有什么哪些地方 其实你觉得 现在还需要被照顾呢 的确没有错 我的名字叫古拉斯 古拉斯其实是一个阿美族的名字 那这个名字呢 在阿美族里面是男女通用 也有男人叫古拉斯 也有女人叫古拉斯 那古拉斯原本的意思 就是去无存经的意思 它其实是一个动词 就是说你在种玉米的时候 那这个古拉斯是一个动词 就是把坏的那个玉米种挑掉 然后让这个玉米可以好好的生长 吸收到完整的养分 古拉斯其实是这个名字 所以其实这一次我参选的时候 那很多老人家就说 其实古拉斯我们要加油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问题 可能要透过你的眼睛才会看到 需要被改善的地方 需要被改善的地方 透过你的眼睛 透过你的手 才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看见 不一样的结果 那但是其实在外面 这个是阿美族的人 或者是花莲的原住民 对我的期待跟想象 可是外面的人 可是会觉得说 你自己是原住民 会不会比较有优势呢 其实我都告诉大家 这有一点 在我的角度 我的经验好像一个 一刀切开 有两个不同的反应 其实婉玲姐有跟你说 不瞒你说 我在一开始出现讨论谁要选花莲县长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的亲戚在一般很普通的面店 吃饭隔壁桌就听到有人说 有那个社会有什么要选花莲要选花莲要选花莲要选花 这样讲 对 花莲会选花 这样讲 对 所以其实不乏 我相信花莲本来就有很多族群 但我也相信大部分的人 他其实是很多元包容的 但是如果说有任何特定的人 或者说带着一些特别的有色的眼镜 政治的立场 来看我这个候选人的时候 那我觉得这未必是一个优势 反正是我们要加倍努力 所以其实我也是都不断地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花莲本来就非常的族群多元 语言多元 其实包容这个跨族群跨政党才可以看见花莲 共同的问题让花莲更好 好 那可能有些人就不了解 原住民出生的人 优秀大有人在 这个人在 不要说他担任过国家级的发言人 那么也担过立法委员 我们要来挖掘一下古拉斯好了 既然今天上节目了 我刚刚你又讲古拉斯 其实这个名字 有男生有女生命名 听说这是取自您的母亲 我的祖母 那你父亲 你后面还有一个名字 Yotaka Yotaka 这是我爸爸的名字 爸爸的名字 合在一起的 对 我刚刚看到找到 您跟您父亲的以前的照 这个是爸爸跟他的妈妈 祖母 我很爱的祖母 也就是跟着Yotaka 对 两位刚好集合在一起 这两张合在一起 两位合在一起 就是我们的古拉斯 名字是这样 那您出书纪念 爸爸的点点滴滴 其实您跟父亲长得蛮像 几乎是一个模子 是啊 您感念父亲的是哪一点 我爸爸从小就是 其实这本书是跟我跟我父亲的感情 跟爱 以及他的信仰 以及我在面对他从生病到死亡的过程 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他是一个在很年轻 还在戒严的时期 就有机会 在一个姻缘机会之下 就通过了考试出国工作的人 那个时候在戒严时期出国 并不是简单的事 更何况是一个藩人 所以其实他的整个的历史 从小到大 经常跟我们的长辈聊天 不管是从他口中描述的他自己 或者是从别人口中描述的他 其实在无形之间 我们都说言教不如生教 他已经用他的身体历行 告诉大家说 原住民没有比较差 原住民可以 虽然说困难重重 挑战重重 但是其实你必须靠自己的力量 走出那一条路 所以其实那样的 这个身教一直影响着我 我也一直觉得说 从以前到现在 他给了我非常多的建议 或非常多的方向 不过毕竟他不是做媒体的 我做了十几年的记者 他也不是做政治的 我们家也没有政治的背景 可是总是有一个方向 就是好像一把火 好像黑暗里面的一把火 一直带着你说你可以 这样的一个关系 就是跟父亲的关系 当然在他过世的时候 我一开始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也在跟副总统出国的时候 因为副总统去宏都拉斯出访 因为我是发言人 陪同副总统出访有帮 再回来 当时还隔离是十四天 所以在十四天的时候 突然不接任何的电话 完全安静的时候也开始一直返出 在过去这那么多年来 父亲给我的身教到底带给我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这本书其实记录了那一整个过程 不只是记录他的人生或我的人生 而是一个共同的生命 也不仅如此 古拉斯和也继承了父亲的优秀 很多人谈到原住民 我想碰出一个敏感化点 很多人就会想到说 那这个考试会加分 那其实古拉斯不容易 他是靠自己 好像听说您考上台中女中 其实我特别在书中有提到那个 我不管是高中或大学考试没有加分 那你可以加分 我可以加分 但是所以我特别提到这一点 那你是找自己麻烦 很多人会刻板印象 觉得说原住民都会被加分 但是其实我们跟大家一样 尤其在都会区 因为其实我们只是拿不同的报名表 你可以拿特殊身份考生的报名表 你也可以拿一般身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并没有特别想很多 那只是因为那个时候在都市里面 那也觉得说 我们已经在一个公平的点上 跟大家一起竞争 所以其实我的父亲的时代 到我的时代 都没有经历过加分这件事情 不过重点不在于 这个加分的正当性 重点在于 我在书中提到这个是说 什么叫公平的机会 所以所谓的公平的机会 就是当我们跟西部的人 有一样公平的机会的时候 其实你不能用有色的眼镜 看东部的人 以为东部的人天生就是 这里比较弱 那里比较差 其实不是的 是 在升学率还没有到达百分之百的 当年考大学的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古拉斯是考上了东海大学社会系 而且他念到了研究所 而且那时候的研究所也是要考的 名额还是有限的 那么是什么因由让你选择 其实你还是可以选的科系相关多 那你会选社会系呢 其实社会系我越念越喜欢 因为我发现社会系 你知道我这个王妮姐知道 台中女中会教你这个 素为八德 礼义廉耻 非常这个正规的 传统的 对这个女孩的教育 可是念社会系之后 你知道我们学的东西 非常的解放 比如说开始学这个西方的哲学 思想 理论 念这个马克思 托尔跟韦伯 念这些权力跟文化理论 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价值的解放 然后刚好我念大学的时候 刚好在解研的前后 那个老师也非常有趣 因为当念社会学的人 总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革命者 是一个行动者 所以觉得说 老师说你们虽然念社会学 可是你的实习课 其实是在街头 你知道那个时候非常多的运动 有农民运动 那你就上街去了 我当然就上街去了 去参加游行 好像这个是环卧土地运动 你也参加了 有环卧土地运动也参加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劳工 这个反核的运动 农民的运动 那个园民的运动 我们都无意不语 我们就是去听见在街头上 听见非常底层的人民的呐喊 因为我们觉得那个是台湾往前进步 非常重要的一步 重要的一刻 好 我们稍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继续了解一下 像这样子的外柔 只是内强的女孩子 优秀的女孩子 怎么样从她的生活当中 磨练出她的个性 那么她又有什么样的抱负 我们稍后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再回到新闻观测站的节目现场 今天我们特别独家专访的是 漂亮亮丽又能干 口齿清晰的国家前发言人 古拉斯 古拉斯其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是民事的忠实观众 他曾经在我们民事服务过 是民事新闻频道 当过记者 后来也转到别的电视台 原住民电视台 也担任了主播和主管 其实这是非常积极的 不论他是不是原住民 或者是汉族 都一样 其实是非常积极的 我看您的人生非常积极 那你谈谈你在记者当中的经验吧 环玲姐你刚刚讲到重点 其实我在电视台服务 最大的冲击跟学习 其实就是在民事时期 好真的啊 就把你冲击到赶走 不是不是 那时候环玲姐 其实是我们知数的主管 其实我们发现 我当记者之后 我觉得记者真是一个好工作 那因为 因为有这个摄影机好像是眼睛 麦克风好像是嘴巴 所以你如果真是一个有热情的人 其实真的会很喜欢 带着摄影机跟麦克风 想要把所有发生在今天的一切 都告诉所有的台湾观众 因为那个是 我们有您当年 在当记者转播的时候的画面 这是那时候 那时候比较碰皮 比较碰皮 对对对 应该很快乐吧 其实我觉得我跟很多新闻人一样 我到现在还是 就是喜欢在第一时间 把所有的细节 把第一时间自己所看见的 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觉得了解 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但你其实不只是当单纯的记者 你可能也当过主播 我看你到原住民台的时候 还播过英语新闻 很不容易 我是觉得 我是在中文的时段播 然后我们的确认为说 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原民的文化 原民的一切 这个是台湾 可以在所有的亚洲国家里面 最catch到世界各方的人的眼睛的一个点 所以当时想说 既然我们每天都在播新闻 台湾有那么多的原民的新闻 其实我们只是需要把它转译成英语 让国际的媒体都可以看见 所以实际上在那个阶段 台湾的原民台 跟世界其他八个国家的原民台 包括南非 包括加拿大 纽西兰 他们的原民台 形成了一个联盟 而且我们把台湾的原住民的英语新闻 跟对方交换 share 共享新闻的资讯 所以那个时候 我自己觉得是台湾的原民的议题 非常活跃的时候 古拉斯的多才多艺到什么程度 可能因此就把男生都吓跑了 他会课语 会英文 我说他播过英语新闻 阿美族语 日语 新闻还会一点西班牙话跟法文 而且他成绩了最正统的 我们原住民 常常都很擅长的去唱歌 歌唱得非常好 这个有点人家说 被政治界招耽误的歌手 我们听一下来听一个几秒 听一下吗 听个几秒 这个你记得在哪里 你们的节目 那其实就在我家 就在玉里的家而已 你可能是被家人暗算了 把这一块破上去了 而且听说您的这个桌球 打得特别好 对 其实我是运动员 我从小 国小二年级就开始打桌球 我一直打到 我是校队 然后也打过这个 这个不同层级的比赛 打过县市 县市得过奖吗 还会是全国得过奖 全国的在大专杯 大专杯 因为我 毕竟我们还不是专业的 职业的球员 不过因为我一直都是桌球队 然后也是队长 一直到这个大学 其实都一样 所以我跟桌球的渊源还蛮深 所以那个奥运的时候 看到桌球项目 我每次看到桌球 我都目不转睛 一直看 然后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希望可以跟 装置员一起打球 不知道在此生 有没有机会 可以跟他一起练练球 这样 很不容易 这么样多才多艺 有时候热力 充满活力的女性 本来就在都会 我知道这个 古拉斯 其实跟多数的 原住民后裔一样 就是说 他们后来到了 这个都会区 这个家庭 有时候到了都会区 去发展 落地生根 但是呢 现在您又回到您自己真正的家乡 在这边服务 也想要在这里贡献心力 那你回到花莲 就是你真正 真正你的父亲 他们成长的地方 生活的地方 那谈谈你对花莲的感情吧 其实花莲真的是 我们所生所长 还有所爱的地方 所以当然会希望 它可以更好 那我们希望 其实这一次地震 才刚刚过 观众朋友也了解 地震 其实这一震 震坏了非常多的东西 包括我们的信仰 好比说在花莲 有非常多基督教 或者是天主教的教友 那教堂也被震坏 那这一震呢 也震出了我们长年以来的 唯老建筑的问题 那这一震也震出了 原来我们的饮用水的系统 竟然是那么的脆弱 一直到现在 都还有人没有干净的水喝 即便是在山上接出来的水 我其实都是非常的浑浊 到今天为止 都是一样 那再来就是 非常基本的生活的需要 包括道路 交通等等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 至少我自己觉得 花莲可以升级到 另外一个不同的阶段了 因为我们已经 进入到21世纪了 电子化的世界 电子化的世界 所以其实我们必须要有 更充足的电力 网路 水力 还有通讯 各式各样的基础建设 其实在这个基础建设之下 生活便利 当人愿意回来的时候 产生了规模的经济 产生了经济规模之后 各式各样不同的产业 不管是医院 学校 其实它才会慢慢的回流 所以我觉得基础建设的建立 尤其在我们很偏远的南区 因为我在花莲 而且我不是在市区 我是在花莲 大家已经觉得花莲很偏远 很偏远了 我是在偏远里面的偏远 就是在花莲的最南端 快要靠近台东那个地方 所以我对这些基础建设 人民基本生活的需求 而且是我自己从小到大 经历过的生活的欠缺 非常的有感 那我觉得大家都会讲说 什么叫公平 我经常也被问到说 什么叫对花莲人公平 我觉得最公平的就是 让大家有非常 跟西部一样 非常充足公平的生活的条件 可能很多地方在花莲 没有被建设好 这可能反映跟很多地方一样 就是城乡的差距 也就是说越到偏僻的地方 可能受照顾的情形 就越来越困难 也越来越少 很容易被疏忽或遗漏 那这个除了这个基础建设之外 还有哪些部分是现在 可能城乡之间产生出现差距呢 我觉得经济非常的重要 大家会觉得说 这波COVID对台湾的经济有伤害 其实在花冬更是 有这么严重吗 花冬好山好水风景 空气又新鲜也严重吗 当然因为尤其在防疫期间 当大家不能出门 也鼓励大家尽量不要出门的时候 那几乎是以观光以及农业 作为主要经济来源 跟GDP的来源的一个花连线 那在过去这两年 也就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 包括失业率也有增加 那这个大家的收入其实也有减少 那这个再加上气候变迁 其实不只是COVID的这样气候变迁 这个要不就是没有下雨 要不就太热 其实也造成原本在花冬地区 它原本的作物的生产的周期 或是生产出来的作物的品质 好比说今年的柚子 那口感可能就会跟去年不同 那这些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那我一直是认为说花莲人不该 只是只能受制于我们一直以为来的 这个不可控的老天的颜色 那其实因为现在科技的进步 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让花莲可以与天共存 而不是只是单纯的 单方面的靠天吃饭而已 那不管是气候变迁 不管是水 可能的干旱的问题 这个都是全世界都在发生的问题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及早看见这个问题 而且预先替花莲人做一个准备 让花莲成为 尤其是大量的依赖观光 还有农业为生的这个花莲人 让它更有任性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才是 有远见 未来十年可见的花莲 它发展的机会 但也因为花莲有一部分的 这个好山好水 好风光 所以呢其实最近这几年 它的观光业啦 民宿啦 非常的发达 很多人一直在假日往花莲冲 而且花莲相对于 这个其他地区呢 跟上北一点 你知道宜兰就现在又人又太多 所以花莲很多人都是选的 你对花莲的观光业有什么看法没有 我觉得花莲一样就像我说的 其实观光可以再升级 而且所谓的升级 不是说让它变成五星级 我们的升级是说 其实整个花莲非常的狭长 大家要知道光是一个秀林乡 我们其中的一个乡 叫秀林乡 就比台湾至少十个县还大 比如什么彰化线 然后嘉义是这个海大 光是一个乡 更不要说我们有十三个乡 你是因为它南北辖长 南北辖长 上段到下段 你要好远的距离 对没有错 所以我刚刚讲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的观光资源必须要分散 我们现在大家会经常想到花莲的时候 大概是几个固定的明星景点 可是如果要全面的均衡的让观光的资源都可以发展 因为好山好水不是只有集中在那几个明星景点 好山好水整个沿着台11线跟台9线一路串联到台东的山线跟重谷线的道路 其实都风光明沛 我们如何把人引进 那透过建立均衡的基础建设 然后把人引进不同的景点 我讲这个才会均衡花莲 听到古拉斯 其实可以这样子看看 而他这个政策 这么样子有见解 除了他是社会系社会所毕业的之外 可以看出其实你有报复的 而且就不要忘了 其实古拉斯担任过立法委员 其实过去那个算是问证的阶段 单位名义代表那个时候 你在那个任期 你觉得比较可以提出来给大家分享的是哪些经验 其实在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成绩来 在立法院的时候 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立法或是修法 那那个时候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我认为那是我人生 尤其在从政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教育 为什么 因为在立法院里面 你可能光是修改了一个字 或是一个词 可能会影响全国数万个家庭的生活 也就是说一个法条 一个制度的建立 其实在于这个立法者或是执政者 他对这个社会国家的见解 那我们的立过的法 修过的法 通过的这个法 其实无数 那我们在辩论过的预算 也无数想要删的 冻结的 增加的 你会看到整个国家在经营不同的县市的规模 以及他不同的这个蓝图 那可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发现 执政者或是领导人 或作为一个立法者 你有这一个权力在你的手中的时候 那一定要非常小心的运用这一支笔 当你改了一个字 修了一个字 那做了一个决定 盖了一个章 那这些都是影响千千万人民的生活 可是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样的工作 这样的职位才是更加珍贵的 我觉得我在 因为在当立法委员之前 我做地方 就桃源市政府的原民局的局长 那我们在地方处理 这个人民的业务的时候 通常都会引军祭典说 对那个什么建筑法 那个什么民宿相关的法规如何如何 所以我们不能怎样 这样好 或我们可以怎样 那真正到了中央去扮演那个 有权力监督中央政府 或有权力立法 有权力审查预算的人 才会知道这个位置非常非常的珍贵 而且绝对不能滥用权力 一定要好好的做 很难得闯进了中央层级的优秀女性 现在回到她自己的家乡去服务 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说 地方花莲最优先需要的是 这个一些基础建设 尤其是越偏僻的地方越需要 那么当然你也提到花莲的观光 那么花莲还有哪几一两项 是最需要优先处理的呢 其实我觉得 这个让产业多元化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现在在过去十年 人口的禁移出的人口 禁移出 那并不是说自然的出生死亡的相减 而是禁移出就超过一万人 大家会看 还是不断地在移出 不断地移出 小孩子大了就往城里去了 对 所以这个大家当然会忧虑 为什么呢 因为家中的老人家没有人照顾 父母会想念孩子 父母会想念孙子 那可是为什么在这个部分 没有办法被满足 因为更重要 在精神性的需求 没有办法被满足 因为他过百度都没有办法 那就是家乡要有就业的机会 所以他的产业别要非常非常的多元 那我们刚才大家会知道说 观光很重要 可是观光大部分的人 可能他取得的是低薪 在观光产业 不管是做餐饮 或做床 或做清洁 的确有很多花连人 在观光产业里面服务 但是薪资相对偏低 因为这个是属于 这个产业里面 产生的工作的 这个机会所导致的 所以如果我们满足了基础建设 但是有更多的人愿意进来呢 好比说创意产业 艺文产业 运动科学的产业 那这些陆续去不同的产业别 让它多元化的时候 当然人的就业机会就会增加 而且我个人认为花连最需要的是经济移民 也就是说你可以不是花连人 可是因为你喜欢花连 但你要用什么 你要用什么来吸引 比方厂商进驻 或者来设计设厂 或者又不破坏环境 要用什么办法可以吸引人 这个就是我说的 其实花连不适合大型的制造业 所以网路非常的重要 最基本的网路跟通讯 一旦可以满足的话 那网路跟通讯甚至于可以 这个克服交通的障碍 也就是说的确有部分的产业 创业产业 软体的产业 艺文创作的产业 他们是适合在花东发展的 那花连的景色那么的优美 我们不用住在摩天大楼里面 那腐蚀皆是一些创意的来源 那所有的这些 他必须生活要被满足 你不能让他孤单 所谓的孤单就是说 如果他无法跟外界联系 那他的作品没有办法被看见 或他的需求没有办法被满足 那当然人都不会进来 花连还有一项特色 花连的特色就包括我们古拉斯 其实至于刚刚说的擅长 他也是运动健将 那其实花连也出了很多的人才 就是运动方面的人才 尤其我们都提到这个 像棒球人才有好一些人 都是从花连出来的 后来去不同球队去打球 好像您对这个棒球 再进一步的开发 您是有想法的 对 婉莲姐我是棒球迷 我们全家好几代都是棒球迷 花连好多人爱打棒球 所以我认为 那很多这个国家级的棒球员 棒球明星都是花连人 那包括这个黄忠毅 这个曹景辉 这个王光辉 这些都是我们的骄傲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花连最适合做一件事 就是让他成为亚洲 甚至国际的棒球 移地训练的基地 移地训练基地 其实现在离我们最近的日本 离我们很靠近的沃沃沃 他们形成了一个全亚洲地区 包括日榜专业的职棒队的 春训的基地 春训基地有什么 它不只有室内跟室外的打击练习场 它可能会有棒球文化或是名人堂 它可能会有周边的棒球相关的产业 它可能会有周边的医学的大学 它可以教育并且训练出 非常专业的运动的防护员 然后运动员 我光是讲这一些 你要知道每一次春训或秋训的时候 当有非常多棒球的球星 到我们的移地训练基地打球的时候 那你一定要想 绝对不只是球员来 因为球迷会来 国际的不断的从各国来的球迷 想看球星打棒球的人 一定就进入了整个花莲 这个时候产生了观光的效益 因为它需要住宿 它需要接驳交通 它需要在不同的移地训练基地里面 来回社区 以及棒球选手村 以及这个相关的点 所以这一整个带进来的 不管是教育 棒球医学科学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 观光产业旅速的发展 透过运动来串联 经济的血脉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适合花莲的一个机会 听到古拉斯的这一席话 你可以更加的印证 中间她离开民生的这些年 成长了不少 历练的不少 真的是超越我们一般新闻人的想象 真的是有内涵 而且有活力 又有见解的女性 非常难得 谢谢您今天介绍我们的专法 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谢谢观众朋友